在2020年9月18日上午 在中国有一个叫做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的论坛上 中国的科技部部长黄志光透露 中国就有11个新冠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的测验阶段 而其中有四个已经去到第三期的测验阶段 即是换句话说有四个已经去到最后那一步了 临床的第三期测验之后就可以降泛应用 当然在第四期降泛应用之时 仍然会一直注视这个疫苗 到底有效率没效 但无论如何现在中国在这方面的法的力度 大家看到非常之大 而且还说明这个疫苗成功之后 将会成为公共产品 即是说他们不打算赚取暴利 只是以成本价卖给各国的国家需要的人民 和中国自己 现在也传说话就是疫苗大约要打三针的话 每一针是90元成本加10元打针费 100元人民币 三针300元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加持 我也很相信中国政府就会帮市民大量注射 可能不用钱都没顶 到底事实上要不要钱不知道 遲些才算 但现在无论如何 好消息就是中国现在有11个疫苗 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而四个已经达到最后那步 到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 同时我们也知道 在外国也有两个其他疫苗 在试验之中出现了问题 要暂停 要调整之后 重新再试 所以他们走慢了 看样子 今次跑赢 会比中国更多 而 美国的大总统 就很希望 可以在10月中 推出美国的疫苗 不知道他行不行 他现在就大力地推出这个东西 当然 这个跟他自己今年的美国大选有关 但是这样推 如果真的做的步骤 跳了一两步的话 很可能出来的效果更差 大家不知记不记得 就是在初初之时 他们的试验剂 联合国说公认他不要 自己去搞 结果 有一段时间没有试验剂用 这个现象我们见过了 希望他们的疫苗 不要犯同样的错误